大陆外交部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 由于美国持续对台军售 严重破坏中美双边政治气氛 因此大陆最新宣布 将暂停与美方举行新一轮的军控磋商 美方无视中方的坚决反对和反复交涉 持续对台军售 采取一系列严重损害中方核心利益 破坏双方政治互信的消极举动 为此中方决定暂停与美方商谈 举行新一轮军控与防扩散磋商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这项暂停的举动责任全在美方 因为美国无视于中国一再的反对和反复交涉 坚持对台军售 严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因此中美的军控与防扩散磋商将暂时喊咖 接下来就看美国如何接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